游蓝靠这样规定所有的东西 知不知 所以每个人去写生 没理由写成甲业 去写生哪些是这样的业 山水就有了 哪些是这样的业 山水就有了 我们未必要学到那么多业法 因为有十几二十种业的方法 一幅画不需要那么多 两三种间开就可以了 寻法也是不用一幅画全部寻下去 是一个寻至两个寻都可以 所以你就要知道 那可以了 不如用线来做基础 不要用一片叶来做基础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你去看书 你就会发现 原来本书都说了 有力无力 用笔用物 怎样混笔 怎样混 用物 这样写在那里 教那个人 他又没有讲这些东西 不是一开始又要懂这些东西才知道吗 一开始就画画了 他画一幅就抄一幅 你画一幅就抄一幅 造成六 tool 他画画一幅就抄一幅 the same しかге . 自己想立了 这样不是书才误出 Conclusion 每个老师都是这样教 所以我会并开教 那我的教法有什么好处呢 你畫到沒有多少年 你的功力、你的力量、你的筆脈 就好像人家十幾年一樣 所以李子岳說我幫那些學生畫的 他說那些年輕人畫不到的線 那些線是老坑畫的 就是老才能出動那些線 他就這樣說 其實你一開始就這樣練 你第一筆就開始練 很快就可以了 很快就有了力 我告訴你 握高握低 出的線完全不同 你握高的時候 你畫到的線 只要你畫到的線 就比較實際 比較壓石子 吃個紙 壓紙 就是普通話有些人這樣說 它叫做這條線結實 遮死 這條線結實 台灣這條線很結實 很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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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他怎麼形容 他說你用筆很恐怖 哇 其實是震奮的 哇是起雞皮的 他用筆很恐怖 因為學生去做那些人不敢彈 這麼評教學生 他說這些筆很恐怖 普通去北方的人 他說他的筆結實 說他的筆 潑辣 這樣 你練山水 練什麼 練花圍也好 寫字也好 你看 所以你拍著它 慢慢慢慢回味 是很好的 謝謝